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警官在父亲房间找到了一把蝎子图案的手枪 男主连窗没见过 且父亲讨厌枪 警官还找到一张纸条 上边写着 和你相比,我更爱他 父亲的死令男主很悲伤 但令他更难过的是纸条上的字 老爸的生活很精彩 没离过婚,没破过产 没后悔过任何事 一直生活在爱中 男主想不通 到底是谁 让老爸爱他比爱自己还多 收拾遗物时 男主在老爸衣柜中 发现一个没上锁的保险柜 里边装着一只金色弹匣 取出一颗子弹 上边居然刻着杰夫 这不是自己的名字吗 第二天 男主发现 身边突然间多出了很多叫杰夫的人 甚至连狗都叫杰夫 他死活想不通这是咋回事 傍晚男主回到家 与他分居多日的妻子 递给他一只警察今早送来的盒子 里边装着父亲的遗物 那把蓝蝎的手枪 他建议男主卖掉 许能给他穷困的生活带来一线希望 还说 由于你一直不同意离婚 我找了个律师 我喜欢上了一个叫杰夫的人 这是把精工细作的手枪 上边的蝎的图案栩栩如生 男主决定卖掉这只枪 报上编号 电话那头的枪贩子很惊讶 这是把来自古巴 有一个叫西安的人打造的名枪 传说枪会主动找到主人 他愿出五万美元买下这把枪 这时蓝蝎的竟自己开了枪 像是在说 你休想卖我 男主吓坏了 枪贩子让他将枪装在盒子里挤过来 在盒子上开个洞 据说蓝蝎的怕黑 男主发现枪贩老板也叫杰夫 他打消了卖枪的念头 把枪放回盒子 装进了父亲的保险柜 最后没忘打开洞 开着一半柜门 男主是个人类学教授 这天一个学生找到他 想换个研究课题 他目前的研究项目是万物有灵论 可自从搞了这个研究 他开始觉得自己所有东西 鞋子 牙顺 帽子 全像朋友一样 他离开房间时不能单独留下任何东西 会给每个物品找个伴 担心他们怕黑 会开着灯离开 最终男主同意让他换课题 女学生感激的离开了 妻子的离婚律师来了 他居然也叫杰夫 男主告诉他 自己父亲刚死 现在心情不佳 约他改日在谈 其间枪犯老板一直在给男主打电话 原来有人运出一百万买这把枪 这也太夸张了 他再次将蓝蝎子取出 把玩了一会儿后 将它重新端了回去 这时突然看到卧室的灯自己开了 是父亲的灵魂回来了吗 不 床上静静躺着那把蓝蝎子 他怎么自己跑出来了 是幻觉 男主揉了揉眼睛 这时制造这把枪的人出现了 笑着对男主说 手枪想帮你解决你的麻烦 蓝蝎子爱你胜过任何人 他只要一样东西作为回报 光 他很怕黑 转眼间制枪人又消失了 男主来到靶场 想开一次枪再卖掉他 并表示子弹很尊贵 他不舍得用 但老板看到的子弹上 并没有刻着任何字 且老板也叫杰夫 走进八场 男主将印有杰夫子样的子弹 放入弹匣 装入蓝蝎子 一连开了竖枪 之后开始一发不可收拾 他换着不同姿势 潇洒的开着枪 这摊爽了 这时突然压火了 取出弹匣一看 子弹卡壳了 取些卡壳子弹后 上标依然刻着杰夫子样 他越来越喜欢蓝蝎子了 来到办公室 男主小心翼的将枪放进抽屉 哦 差点忘了 还得再放个开着的手电筒进去 他怕黑 终于到了与离婚律师谈判的时候 前妻握着新男友的手一同进来 男主心情紧张的盯着自己的书包 开始谈判后 男主说 自己有个朋友 会帮助解决所有烦恼 向书包中掏去 还好他只掏出了一堆文件 书包里似乎有亮光 谈到财产分构时 当得知前妻 居然连自己父亲的遗物都不放过后 男主当场发飙 见律师扔得喋喋不休的 维护着他当事人的利益 男主真急了 伸手去翻猪包 想找朋友帮忙 却被赶来的保安推荡 他最后还是忍了 进店踢舌对前妻吼道 我爱他 胜不爱你 枪犯老板再次打了电话 男主不耐烦的告诉他 没人会比我更爱蝎子了 我永远不会卖他的 说吧 便强行挂了电话 此时的男主 更加对自己新朋友 蓝蝎子爱不释手了 摆出各种姿势 这时看到窗外 有个石垃圾的老人 他将枪口对准了枪外 想开枪吗 好在老人走了 他也放下了枪 男主来到前妻房前 在楼下看到前妻的新伴侣 在屋内与他缠绵 从包中掏出自己的老朋友 检查的子弹与弹匣 突然车窗玻璃被砸碎 一名劫匪和他争想的方向盘 男主怕枪误伤到自己 被迫将枪放到了车头 劫匪却越来越凶 扼住男主脖子 将他往车外拉 关键时刻 蓝蝎子再次自己开了枪 劫匪应声倒地 警察赶来 男主被迫扔掉蓝蝎子 趴在地上双手抱头 经检查 劫匪的名字也叫劫夫 邓克上的劫夫字样 渐渐消失 男主因抓获连环 道歉道贼成了英雄 前妻也以为男主 那晚是来保护自己的 在财产分割上做出了账簿 两人签署离婚协议 和平离婚 相拥道别 见义有为的男主 容生系主任 成了大学董事会成员 生活渐渐有了起色 那晚被警方带走了蓝蝎子 再次被送了回来 但男主还是来到河边 将他的朋友丢入了水中 两个孩子来河边钓鱼 黄衣男孩在河滩上 发现了蓝蝎子 另一个男孩 拾着那颗子弹 上边扣着他的名字凯洛 黄衣男孩却看不到有字 两人开心的轮流把玩着 他俩身上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这集剧情有点悬 但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共通点 每个枪的新主人 都会在子弹上看到自己的名字 枪的新主人身边 会出现很多和他同名的人 枪主人身边总会有人吃枪的 可以是枪的主人 也可以是其他同名之人 有人不理解 为什么男主最后把枪扔了 我们可以看到 若不是那个盗贼突然出现 男主很可能会尿重大果 杀掉前妻的新男友 上次还差点杀了律师 若继续拿着这把枪 下次可能真的会控制不住自己 当然与柯觉得 其实错并不在枪 在于持枪主的内心 当时的男主穷困潦倒 老爸去世 妻子有了新婚 还会闹离婚 分家产 他感觉自己被家人 爱人 朋友通通抛弃了 只有一直在身边 陪伴他的蓝蝎子永远爱他 经过枪犯 与至枪者鬼魂的暗示后 他越发认为 蓝蝎子是有灵魂的 才会对他越来越依赖 蓝蝎子让他的心里 不再那么孤单 但当身边一切都在转好时 他渐渐意识到 蓝蝎子能让他释放出 人性中最黑暗的部分 有了枪 他总想用枪干掉什么 若一直这样下去 最终不是杀人 就是自杀 不会有好下场 且身边还有更多事情 值得去追求 还有更多人值得去爱 这个故事 许是想告诉我们 这个道理吧 当一个性格孤僻 无怨语言接着的小女孩 不再需要她的洋娃娃时 她的人生才会变得真正美好起来 新阴阳魔戒 接收的这点就全部讲完了 中间有几集不好介绍 或很难懂的集被我跳过了 和老阴阳魔戒相比 新版剧情略显拖沓 很多明明20分钟能讲完的故事 非要拖到40分钟 显得有些冗长 且隐喻过多 很多集非要整个中心思想 正直正确出来 整体水平有所下降 与黑镜是其相比略逊一头 但它仍不失为一部 值得一看的单元剧集 仍期待2020年第二季的到来 让咱们明年再约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一哥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关注 便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与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与哥在这里 为大家准备了一些特别的用途 喜欢一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